奉九终于明白了清淮的话 原来他们故意分别去南荒和北荒这 两个与东华奉九都颇有渊源的地方 真正目的就是为了对付东华 看到奉九第一时间站出来护肤 东华欣慰地摸了摸奉九的头 然后对敖青道 你想做什么 是想做天君还是想取代本君 做这天地共主 敖青哼道 同样都是龙族 为何我们只能永远潜伏在黑暗的海底 他们就能高高在上坐这四海八荒之主 这位子本就是有能者居之 东华欣慰一生 所以你认为自己很有能力 敖青的脸色变了变 地君还是莫成口舌之快 这极光雷马上就要引爆 待我攻上九重天之后 碧也会为帝君修一座神寺祭奠 说完 奉九就听到后面传来嘶嘶声 那敖青却瞬间不见了踪影 奉九急道 你不准走 东华拉住他 小白莫追 方才那只是他的分身 他本人并未出现在这 奉九焦急地看着身后这一大堆极光雷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出去 东华怂怂间 极光雷的引爆速度特别快 我们躲不过去 那怎么办 东华摸了摸奉九的脸 小白 你如果要和我一起死 你怕不怕 奉九定定神 然后坚定道 不怕 东华微微一笑 在奉九的万分紧张中 用大手捂住了他的双眼 那便不要看了 奉九觉得自己的心紧张到随时要跳出来 下一刻 他的双唇就被东华封住 东华吻他吻得很温柔 他轻轻勾住他的小舌头慢慢地瞬息着 奉九慢慢平静下来 若是就这样死去 也挺好 他的三个孩子 他相信他的姑姑姑父 还有青秋会把他们照顾得很好的 他不用担心 丹凤九想象中的爆炸并没有到来 只是在东华吻得他气喘吁吁后 终于放开了他 让他瘫软在自己怀中 他向四处一看 发现自己也不在那个山洞中 而是在一片草地上 地上开满了野花 天空也特别蓝 蓝得像宝石打色了似的 他们这是已经死了 来到了轮回之境 这时候后面传来一阵笑声 好你个东华 故意下小九 就是为了占他便宜吗 凤九连忙回头 发现竟是墨渊和少婉 还有连凤站在他们前面 凤九现实明白了自己还活着 刚要高兴 但回想起少婉的话 想来他方才和东华轻易全被他们看了去 便脸红道 你们怎么全过来了 我们没事了 少婉现在面色红润 想来已经休养好了 便道 你这夫君四海八荒 哪个的心眼有他多 只有他算计别人 哪有别人算计他的份 那批极光雷早就被他悄悄转移了 你刚才遇到的那批是假的 他是故意吸引敖青露面 等那敖青自以为能成功干掉天地共主 志得一满地出来 早就被我们三个发现把他抓起来了 凤九问 那他现在在 连送手里画出一个白瓷瓶 他和清淮都在里面 等我回去就交给叶华处置 凤九松了一口气 原来是这样 等他再反应过来 他撑了东华一眼 毕军 你又骗我 少婉也在边上嘻嘻笑 没想到东华一大把年纪了 还听懂情趣啊 哄得小凤九愿意和他同生共死 嘖嘖 真是青鼻精尖 原来连这一幕他们都看到了 凤九脸变得更红 很想挖个洞把自己埋了 清淮和凹青都交给了叶华处置 这一桩差点毁掉大半个四海八荒的公案 终于有惊无险地得到解决 只是叶华要请东华详谊这桩案子 并问他如何处置这两个东海皇子时 东华却以凤九受了惊吓需要静养为由 带着他留在北荒 而要静养的凤九正带着三个娃娃在吃冰和梦基的菜地里拔萝卜 这里的萝卜跟碧海苍林里有仙气滋养的萝卜不同 完全是长在土里的 小石头去拔一个的时候 因为太用力 小人跟着大萝卜一起都会在地上滚上一滚 脸蛋上都是泥 他还抱着沾着泥土的大白萝卜咯咯直乐 梦基站在一旁嘖嘖感叹 这当真是东华帝君的孩子吗 持冰问 那你认为义父的孩子们应该是怎么样的 梦基探了探 不是人间烟火 脸上写着生人勿扰 反正应该跟东华帝君给人的感觉差不多吧 吃冰摸了摸鼻子 那你就不了解义父了 义父并不是这样的人 他们看到朝歌抱着大白萝卜兴奋地跑到东华面前炫耀 东华也不嫌他身上都是泥 直接把他抱在怀里 他的目光却一直停在陪着小石头拔萝卜的凤九身上 那谋中的笑意 天地都似乎跟着一起融化了 梦基觉得 这样的东华帝君挺好 晚上 凤九用赤兵和梦基亲手种的菜大斩了一番拳脚 梦基只吃了一口就叹道 我现在觉得 上次亲自下厨招待你们吃饭真是自取其辱 凤九不好意思地谦虚道 其实有一段时间没有下厨 我都觉得自己厨艺生疏了些 梦基更加吃惊 如今这般都叫厨艺生疏 若是恢复正常那岂不是好吃到今天地气鬼神 龙华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你再夸张 以后尝到小白手艺的机会也是少之又少 所以还是少说些话 抓紧时间多吃点 话音刚落 就听外面传来一个清亮的女生 谁说的 我家小凤九又勤快又可爱善良 要吃到她做的菜还不是随时 声音一落 少婉已经很自觉地坐到桌旁 非常自来熟地操起一副筷子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没想到竟直接赶上饭点了 对于她的不请自来 在座的大人们好像只有凤九最高兴 忙问 少婉姑娘 你怎么来了 少婉先吃了一口茄子 叹了叹 然后又吃了一块肥嫩相间的红烧肉 才心满意足地喝了一口茶 梦不去夜华那一试了 我不愿参合那些让人脑袋疼的正事 便想去太成宫找你玩 路上遇到连颂 她告诉我说你们还在北荒 我便寻了过来 没想到又有口福 梦基打量了一言少婉 你便是魔族十足女神少婉 少婉好像才意识到 自己来到了一对上古之神的隐居之地 还没有和主人家打招呼 便道 什么魔族十足女神 如今魔族的主持人是小燕 我乃昆问须莫冤的小媳妇 东华猛烈地咳了一声 你还真是一点都不会觉得难为情 少婉一本正经 为何会觉得难为情 这样介绍才显得我和我家默默恩恩爱爱 你说对不对 清秋白凤酒的老丈夫 这下是凤酒猛烈在猛烈咳嗽了 东华凉凉地看了一言少婉 看来上次费尽心思救你 是本经做错了 怕东华和少婉会直接在饭桌上打起来 凤酒赶紧一人给他们夹了一只大鸡腿 这鸡腿凉了就不好吃了 毕竟和少婉姑娘还是趁热吃吧 谁知东华将那鸡腿外面一层油腻的鸡皮去掉 又抽掉了鸡骨头 把变得软糯的鸡腿肉放进凤酒的盘子里 还对他微微一笑 你们小狐狸是最喜欢吃鸡的 给你吃 一番动作做得相当顺手 凤酒脸却红了红 只因边上还有三位尊神正等大眼睛瞧着他们 凤酒只好埋头吃着鸡腿肉 却见东华已经开始给他包虾 眼尖自己的盘子里堆了许多白嫩的虾肉 少婉终于忍不住咳了一声 东华秀恩爱也是可儿子吧 那虾我也爱吃的 东华把边上一盘残涌放到他面前 你是鸟 喜欢吃虫 这个给你吃刚刚好 少婉 孟基和赤兵很会过日子 他们在自己屋后一处地势高的地方 织了一个露天的凉亭 可以坐在里面喝茶赏月 还能欣赏到大半个北荒的风貌 这个凉亭平时都是孟基和赤兵两个人呆着 眼下看到这么多人都凑了过来 赤兵明显觉得有些急 但比起主人的略显不自在 来的客人明显没有这个觉悟 尤其是少婉看着北荒的万家灯火 看到 我记得从前这北荒一片荒芜 怎么现在变得比凡间还要热闹了 这北荒明明是被东华的创世之力所画 但东华还是故意到 幸好北荒现在才变成这个样子 若是一直是这个样子 恐怕在洪荒时期就被你抢去做封地了 少婉干笑 不愧是兄弟一场 真了解我 这品茶赏月 于大人来说是一件风雅之事 但三个娃娃就受不住了 尤其是他们皮肤嫩 身上早就不知道被盯了多少个蚊子包 小石头抱着凤九的大腿撒娇 娘亲 我困了 凤九把他抱起来 那便去休息吧 帝君 咱们现在是回泰城宫吗 东华蛋蛋道 这里不是有一排屋子吗 应该能运出两间给我们住 我听闻这灯霞山的日出也是一绝 正好明早带你来看 少婉一听也感兴趣道 那我也在这住一晚 梦基和赤兵相顾无言 心里都在纠结着怎么把这两个太不见外的尊神打发走 赤兵和梦基其实总共只有三间能住人的屋子 他们自己一间 东华和凤九一间 眼看少婉也要留下来 东华便让自己的三个娃娃跟他挤一间 少婉刚要抗议 东华向潮哥使了一个颜色 潮哥便过去仰着小脸 用自己一双如琉璃般乌溜溜的大眼睛可怜 巴巴地看着少婉 师父不喜欢赵哥了吗 潮哥可是很想和师父一起睡的 潮哥最喜欢师父了 虽然少婉自己都忘了以前 在东华的忽悠下收了潮哥做徒弟 但这样一个四海八荒无敌的小萌物说喜欢自己 他一颗心都被萌化了 王红道 怎么会 师父也很喜欢潮哥 深夜 孟九看了一眼捧着一卷佛经 坐在桌前漫游游看着的东华 然后轻手轻脚地走过去 一把搂住他的脖子 立军 你心里又在是什么坏呢